所以未來三個人有計劃可以合體 新的SHE 我應該是 Heebee吧 喔~~~~~ 野生搖晃 樹葉 好突然 菜房如李玉璽 正式簽給顏雅倫 加入晴空鳥家庭 一日的記者會上 雅明哥也現身力挺兒子 只是這個畫風好像有點怪怪的耶 我今天其實 這個場合感覺好像要嫁人兒一樣 有一點像 你的手要是轉 但是再怎麼講 我覺得 把自己的孩子交給一個他喜歡的人 或是 也感謝你 欣賞 我真的喜歡 我是很喜歡運行的 我應該是要穿過家的 接下來那個營業狀況 有養雞 所以我就會拍運行去撿蛋 喔 不要啦 她是很奇怪 她是連小可愛的都不行 不行 我要確認不行 走在路上就 有鳥飛過 就有一個摔板 不行 你是不是連看圖片都不行 圖片 對啊 圖片都不行 那你加入晴空鳥 她那都嚇得半死 對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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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全公司是老鷹欸 你都跟鳥情類的 所以這種的公司都跟鳥 你越害怕 凝視深淵 深淵也在凝視 命格代表 至於大家都很關心的敬愛令問題 我們亞倫大boss說是沒有 但是能不能結婚 她這樣說 我覺得 那個是一個權衡 就是如果她還想要拚事業 嗯 有的時候就必須要 可能 比較放單一些 沒有懷孕 是可以懷孕嗎 真是 你可以懷孕嗎 我們最近才去 才去 動軟的計劃 因為我結婚還蠻好的 好遠的 如果結婚在不然聊天 好好講可能位置明天就結婚 明天就立馬 等一下就先聽金額 先聽金額 這個好像是需要思考的 她結婚之前要先成為那個搖錢一集 對 那時候她們有跟男友說 我可能以後敢先放淡一點 完了完了 我好像開錯話題了 她現在是Live直播嗎 她怎麼可能跟她聊的 她會知道 我有跟她 我有跟她男朋友聊過 她也蠻支持她的 她有發揮性的生意嗎 我有什麼資格要求 真的 好不好 以前我們要先看一下 這個沒有交給 經紀人的頭 好不好 四種泡子 我最近也很少了吧 你們是不是無聊了呢 經紀人表示羨慕康啊